工人絕食 民進黨砍架 工人絕食 勞工要123天假 民進黨不要硬幹 還我7天假 反對盈利休 還我7天假 反對盈利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2016公斗以及各方 來聲援 來反對民進黨要硬幹的 各地的工會團體和工人組織 我們這邊必須要非常非常嚴正的呼籲 現在全面執政的民進黨 不要去枉顧共能利益 去站在支方那一邊 就跟過去國民黨一樣 站在支方利益那一邊 陳雄我已經跟我們很清楚講了 今天如果7天假砍掉 台灣支支高會因此損失630億元 那我們要問的是 台灣的勞動者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經濟不斷地成長了 但薪絲停滯了 經濟不斷成長了 但高工時問題永遠沒有辦法解決 如果現在民進黨還要跟國民黨一樣 站在勞工的對立面 站在支方那一邊 為他們捍衛他們所謂的600多億的利益 卻輕易的出賣掉所有台灣共的利益的話 我們燙真到底 我們今天為什麼勢必 必須得用絕食的方式進行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立院裡面 為了要通過不當黨的黨產條例 要以臨時會的方式進行 但是我們非常納悶的是 為什麼台灣勞工 就出賣全台灣勞工 縮減工時的權益 今年1月4號 蔡英文總統 當時蔡英文候選人 民進黨黨主席 承諾各位團體說 他絕對不會跟過去的勞工 嫁太多的蔡英文一樣 他絕對在勞工利益那邊 在有任何勞工利益受損的狀況下面 他絕對不會讓其他人家砍掉 這些話言由在耳 比1月4號也不過半年的時間 比520他們上台之後 也不過兩個月的時間 但我們馬上看到的是 蔡英文總統馬上回復到 當時勞工嫁太多的蔡英文 我們要問的是 有哪一個國家 因為縮減工時政策 同步的要把國定價值砍掉 因為縮減工時政策 同步的要讓資方 可以來強迫用一利一休的方式 強迫勞方進行勞動 郭芳玉可以去看 蔡英文可以去看 全台灣勞工 有多少勞工 被老闆強迫的無償勞動 無償加班 而這些老闆的嘴臉 就像是郭台銘一樣 勞工是願來加班的 加班的人 主管好用 主管喜歡用 把他晉升 把他給獎金 這個東西要透過縮效的方式 來打壓工人權益 來要求工人無償勞動 今天政府要做的東西很簡單 透過制度的保障 來保障全台灣勞工的利益 但是這個制度保障 竟然不是在勞工這邊 現在正在職業 大家可以接受嗎 不是 我們現在在這邊 為什麼非得要用絕實的方式 因為再不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方式可以用了 因為民進黨政府到現在 520執政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已經有太多太多東西 讓我們非常非常失望了 7月17號 民進黨全台灣外面 我們希望 我們要求 我們呼籲民進黨出來 來說明說他們對七天假的態度是什麼 到底一利一休 到底要不要變成兩利 民進黨完全不予理會 層層警力包圍下面 去保護他們 我們要問的是 民進黨政府如果用這樣態度的 沒有勞工的話 到底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 而今天 踩著人民的血淚上去的民進黨 今天 是要對勞工過河猜橋嗎 是你現在拿了執政大衛 全面執政之後 就把勞工 隨便丟在路邊嗎 隨便喊口號 來大家把右手舉起來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事 還我七天假 反對一利一休 反對一利一休 還我七天假 反對一利一休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事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事 民進黨砍架 全台灣非常非常多勞工 勞工團體 勞工組織 都非常非常的關切 現在修法的狀況 而如果民進黨 要在臨時會 就要強度關山 我們絕對事實抗爭到底 接著我要請 在七天假 不斷不斷抗爭的高校公會 來出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來高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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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 朋友 前輩 一體朋友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報告 很遺憾 七天假 是勞工 在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數十年來 都獲得保障的法律規定 明文在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第23條裡 沒想到 國民黨政府 在去年 本來隨便 就要大比例會砍掉 在勞工持續的抗議下 好不容易 才救了回來 今天 民進黨政府 要用更粗暴的方式 他們要用在臨時會的方式 強行強渡關山 我們要問 民進黨 號稱 他是要一個溝通的政府 是要 調和各方觀點的政府 今天民進黨的行政院 才上台兩個月 他們對七天假的事情審查了多久 他們 揮集了各方的觀點多久 我跟大家報告 他們只用了三天 勞動部提案 三天後 行政院院會就通過 過程 沒有任何的公庭會 沒有任何勞幫團體參與 我們只看到 行政院院長林全 他們的高官 跟我們的工商團體晚宴 跟他們吃早餐 跟他們密會 勞工的假日 勞工的權益 就這樣莫名其妙被吃掉了 這樣的一個狀況 絕對會加重台灣過勞的趨勢 我們看到台灣的假日 現在跟全世界OEGD國家比較 儘管在保有 19天國定假日狀況下 都已經 含特休假後 一年只有26天 是全世界倒數第五名 如果再砍七天假 我們剩12天 含特休假七天 總共19天 是全世界倒數第二名 我們的工時 全世界第三高 不是莫名其妙來的 工時全世界第三高 就是因為 老闆惡心的勞工加班 政府配合老闆利益 隨便砍掉勞工加日而來的 所以今天工人 我們的朋友們 被迫要用 採取這樣的一個激烈的手段 抗爭到底 我們要告訴政府 你們今天要解決這樣的爭議 很簡單 林世衛 立刻 否決掉這樣的一個 不當的議案 林世衛 不應該是在一個這樣 沒有任何名義基礎 沒有社會公事 沒有公廷成軍的狀況下面 要來屠宰我們勞工的權益 否則我們將會繼續抗爭到底 謝謝 好 民進黨砍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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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決實 公務人決實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公務人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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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要請 台灣市財總共會理事長 莊福凱 現場的各位先生 各位小姐大家好 我想民進黨執政 已經兩個月了 我只有一個心情來形容 就是對他徹底的絕望 因為民進黨一向標榜 基層出身 照顧勞工 照顧基層人民 拒絕財團 不與財團 掛鍋 可是呢 這兩個月來 我看到的是 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 跟財團 擁抱在一起 擁抱在一起 非常融合 並且來打壓 打壓我們的勞工 我想這兩個月來 我們的心情真是 非常的沉痛 我們本來抱著 對民進黨的執政 抱著高度的期望 希望他 跟國民黨不一樣 來好好的改變我們 勞工的生活 改善 勞工的勞工條件 沒想到他比國民黨還參任 用這個臨時會的時間 硬要是把我們的七天假吃掉 硬要是推一利一休 對於我們勞工的延長工時 高工時的狀態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 對我們民進黨的施政 表示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絕望 各位今天 我們勞工 用我們的身體 用我們的健康 來對抗這個 無益的政權 親財團的政權 請大家要記住 台灣的逃工條件 將來如果能獲得改善 請大家要記住 我們在棚子裡的 絕食的這些勞工朋友 他們曾經用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健康 為勞工寫下一下 輝煌的歷史 不管今天的成就怎麼樣 我們勞工已經盡力了 我們勞工 已經使用最後的手段 來對抗這個 親財團的政權 所以 我也希望全台灣的勞工 如果你們知道 我們有很多勞工 在今天絕食的時候 如果你有時間 你有空 請你們來幫他們打打氣 請來幫我們 幫我們絕食的勞工 打氣 給我們 鼓勵 希望 民進黨 能看到 我們的勞工 用這個方法 來對抗你的時候 就是 對你們完全絕望的 希望你能夠 看到我們勞工 現在的處境 趕快修正你的路線 趕快 恢復我們的齊天下 趕快 會放棄一立一休 趕快縮短我們的工時 趕快讓勞工 加信 這是我們的願望 也請大家記住 未來這10天 我們絕食的勞工 為台灣勞工所做的一切 謝謝大家 謝謝 去年年底一開始 陳雄文說到 慘期間假的時候 2016空洞 就已經衝到勞工裡面去噴漆 陳雄文所做的 所為大家都看得清楚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民進黨今天所做的 跟陳雄文所不同嗎 他甚至 有過 而誤誤不及 今天縮減工時 事實工時 我們當時講的 叫做 落實真正周休二日 但是一立一休 大家都清楚 那個東西是賦予資方 來強迫勞方勞動的一個東西 那不是真正周休二日 而我們七天下 民進黨政府 一樣跟陳雄文一樣 要把它砍掉 那我們要問的是 當時民進黨立委 打陳雄文的臉 打得不很開心嗎 那我們要問的是 你現在是來打勞工的臉嗎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施 工人決施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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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請台北市產總 的副理事長邱一幹 各位媒體記者先生小姐 以及來聲言的各位夥伴 大家辛苦了 我想 今天我們勞工團體為什麼會站在這邊 因為這個民進黨政府過去就有錢科與財團站在一起 他犧牲了勞工的權利來成就財團 記得在兩千年的時候 我們要有四十八公時 單週四十八公時 變成四十公時的時候 民進黨在兩千年選前 很多候選人也簽名表示支持這個意見 到最後 民進黨意外的拿到政權 但是 他們並沒有跟老公站在一起 最後 就 弄了一個折衷的方案 雙週八十四公時 兩千年的四十公時就這樣沒有了 事實上 這個四十公時 是在 1935年 聯合國 底下的一個國際勞工組織 就已經 暢延四十公時 台灣已經慢了八十年 在兩千年 在十五年前 我們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就已經慢了 結果他今天 再度 拿到台灣 所有的勞工的支持 之下 他拿到了政權了 可是 他並沒有如選權這樣子 所說的 他絕對不敢七天下 記得蔡英文 總統在選前 說我們的價太多 後來 為了他的選情 他說 絕對不敢這七天下 可是執政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這七天下 民進黨已經說 要砍了 你說這個民進黨 是不是 跟財團站在一起的政黨 我想大家 在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我們老公 為什麼要站出來 因為這七天下 跟所謂的週休後日 所謂的 那個 所謂的週休後日 所謂的要縮減公司 其實是不相干的 勞制法 是 對於勞工最基本的保障 勞制法 施行序則 也有對國定假日 清清楚楚的明定這十九天 但是 這個最低的標準 民進黨今天就要把他降低了 為什麼他要把他降低 因為 他要跟財團站在一起 他今天拿到政權 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 所以今天我們勞工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只好用最激烈的手段 我們要用爵士來抗議這個政府 我想這個政府如果這樣繼續下去 我想他不用當一任可能就要下來了 最後 我想還是要呼籲這個政府 一定要 他在選權的承諾 所謂的 轉型正義 可是今天轉型正義 轉到哪邊去了 轉到財團那邊去了 並沒有轉在勞工這一邊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施 工人決施 大家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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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好接著我要請 我們 消防員 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楊世偉 各位來聲援的朋友 還有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是消防員 工作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楊世偉 雖然消防員 在台灣的身份 並不是 一般的勞工 我們是屬於工部門的雇員 也是公務員 但是我們在工部門 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台灣的勞動環境 並不是像這些工商大佬講的這樣子 隨便多個七天假 他們就會損失600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政府 上至政府 下至這些私人的企業 這些財團 當他們在高喊著 增加減少這些假期 他們會損失多少錢的同時 他們也在跟我們的勞工 跟我們這些 他的底下的雇員講 我請你來這邊上班 你不用幹什麼東西 你在這邊睡覺 這個就是我們消防員 最常聽到的 你上班 待命 不算工時 所以我一整天都可以在消防隊 其他的私人企業 我想也是同樣的 對 今天你要下班了 他叫你先去打個卡 然後 叫你再回來繼續工作 這些東西 有算工時嗎 這些老闆 他們有說 他們正在做的這些違法的事情嗎 沒有 他們都沒有講 他們只在乎 今天我們這七天假 對 還給勞工之後 他們會開始去算 他們有多少的損失 但實際上 真的有這些損失嗎 我們要必 我們必須說 我們不相信 因為我們看到太多 你們平常就已經在這些違法 對 在合法的地方 鑽漏洞違法 我們根本不相信 今天真的 把這些七天假還給勞工 你們會有這樣子的損失 因為我相信 你們還有其他的漏洞可以鑽 所以我們認為 這些財團 在這個時候跳出來 對 去影響工人的權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恥 非常的可恥 不斷的高喊要出走 我們真的不禁要說 台灣的工人這麼慘 他們能走去哪裡 你們這些草莓老闆 脖口聲聲 多個七天假 就說要出走 我們必須說 那裡有種你就出走嘛 對 我們去看看 到底全世界還有哪一些地方 像台灣 工時那麼長 工資那麼低 大家生活過得那麼慘 台灣的工人可以走去哪裡 沒有地方去啦 所以我們要呼籲在裡面的民進黨 今天一定要退回這個議案 把民意基礎納入 重新舉辦公聽會 我們來喊一個口號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公認決實 公認決實 民進黨砍架 公認決實 公認決實 各位公民的夥伴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辛苦了 老實講啊 這麼長期來 我們看到了 台灣的財團 台灣的企業 哪一家企業 不做好幾本帳 他們都在逃稅 台灣的財團企業 誰在遵守勞工法律 根本就是 知方不守法 官方不執法 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企業 公開防治社會不做 安全設施不足 他永遠走違法的手段 來練習他 不正的一個利益 到今天為止 養大的財團 現在國民黨 民進黨 完全是照他轉 照他轉 我們勞工的權益 每況一下 每況一下 回憶 我們台灣勞工 在民國77年的時候 全黨工人 第一次的串聯 叫良法遺案 走到今天 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非常的高興 我看到的都是年輕朋友 都是新面孔 而不是像我們這個LKK的人 這麼多百花齊放 這樣的一個工業場面 老實講 我非常的高興 所以勞動黨 勞動人權協會 願意接受大家的領導 我來到這邊 是聲援各位 聽好領導 聽好採檢 也希望大家 能夠強力的聲援 這關係台灣 絕大多數人口的權益 不能給財團 給企業 給資產階級政黨 任意玩弄 健康 謝謝大家 民進黨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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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絕食 工人絕食 民進黨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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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絕食 工人絕食 我們必須要說 勞記法修正案 現在是關乎全台灣人 900多萬 1000多萬勞工 所有的勞工家庭 都受到影響 這不只是少少幾個 更會團體的事情 所以接著我要請 經濟民主連線 賴東強賴律師 來跟大家發言 各位夥伴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經濟民主聯合 堅持 事實工時 支持 勞基法 一定要 規範 就是兩例假 那一例一休 政府 民進黨政府的講法是說 有些勞工呢 其實 希望假日加班 然後多領一些加班費 我覺得這個講法是錯的 錯誤的原因是 那是因為我們的工資本來就太低了 我們的工資本來就不合理偏低了 貫徹兩例假 才是可以解決過勞的問題 同時可以解決失業的問題 他就是一個社會團結 因為這個社會 有人工作到過勞 有人工作到爆肝 有人工作到中風 但是 同樣的 有人沒有工作 如果 其實 只要貫徹兩例假 就可以讓雇主 必須 征聘更多的勞動力 可以同時 解決 低薪 跟解決 過勞 跟 失業的問題 所以 經濟民主聯合 在這邊 聲援大家 支持 兩例假的主張 最後 我要向民進黨政府 表達抗議 民進黨政府必須反省 為什麼 七大工商團體 有任何意見 隨時 都可以跟林權見面 隨時都可以跟立法院長見面 而勞工 卻必須用絕食的方法 才能夠表達他們的訴求 這是多麼令人 無法接受的事情 民進黨政府 就今天 勞工在這邊絕食 應該要好好反省 謝謝 好 接著我們請 我們所有絕食者 來 布條往後 來 布條先走 絕食者往前 來 布條先走 先走起來 好 不用說不用說 拉到後面 我們必須要說 民進黨政府 跟陳雄文 現在做起來的事情 可能不只是一模一樣 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天為什麼行政院立法院 去行政立法聯手 要在臨時會上面 要來通過所謂的 砍七天假 和一例一休這樣的版本 就是因為資方施壓 而2016公斗 也衝進工商總的辦公室裡面 為什麼 因為他要跟整個社會挑釁 要跟整個社會威脅 工總七大團體 工業總會 商業總會 這七大工商團體 他們要求什麼 要求說 如果架不砍料 如果不是一日一休的話 他們就不要讓 所謂的基本公司挑戰 這個是資方在整個社會進行威脅的 民進黨政府看不懂嗎 是非得逼到勞工你肉身傷搏嗎 今天勞工會進行絕食抗議 是已經最後一個手段了 我們真的要問 民進黨摸摸自己良心 勞工是你的敵人嗎 台灣勞工是民進黨的敵人嗎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公布 我們現在所有的絕食代表的名字 剛我唸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綁上絕食頭戴 我們在左手邊第一位 是桃園市的機場 桃園機場 修護工廠工會的幹部 劉慧中 大家可以知道 之前華航怎麼去對待 修護工廠 他還是被解雇的其中之一的代表 第二位 是我們新竹縣產業總工會 的秘書會務人員 范玉梅 今天201的公眾 是全台灣 各地的產總 各地的工會 各地的工人組織 一起出來 進行抗爭的 第三位 是中國石油 石油六分會的幹部 廖家宏 他是曹產總下面 會員工會的幹部代表 我們要問的是 今天 如果一粒一雄 砍掉機嫌架 是所有工人權益的話 憑什麼 今天為什麼 今天基層工會出來抗爭 第四位 是我們環保局工會的幹部 藍志明 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 在各樣的 非典工事的裝置下面 所有的基層工人 都是犧牲受害者 第五位 是我們 工服員職業工會的 會員人員黃靜雯 大家可以看到 工服員透過自己罷工 才獲得123天假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民進黨政府現在全面執政 到底為什麼 不透過制度性的改革 卻要保障所有勞工 有123天的假 來 第六位 是我們的青年學院代表 他是成功大學 02社的社員 陳中興 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 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有青年的加入 原因就是 民進黨所謂的青年政策 所謂要討好青年這塊 但事實上 完全忽視他們未來勞動權益 所以今年青年 也必須要看到 民進黨是在背離 所有的勞工群眾 甚至是青年學生 來我們第七位 是我們 陶淵市財政總工會 也是我們全國安聯的成員 毛振飛 毛振飛是第二次決實的 第一次決實是為了 全國官藤工人連線 是為了官藤工人 被馬政府控告 無能的馬政府 逼著工人 以絕食相拼 絕食而拼老本 而現在 英明的民進黨政府 也是一樣 把工人逼上幾箭頭 以絕食的方式來拼 我們的休息 來最後一位 我們第八位 是宏達店的員工 黃春安 現在是 桃園市電子彩業工會的幹部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宏達店 這些所謂號稱 非常看起來光鮮亮麗的資方 但他是要對待他的員工的 是正義的解雇 解雇完之後 再去找 派遣工 用非常非常低廉的薪資 要把他們逼走 這就是我們台灣老公的處境 我們現在一起喊口號 我們請決實者 所有援手舉起來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實 民進黨砍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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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決實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實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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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要邀請所有決實代表 來一起唸我們的決實宣言 沒有朋友如果沒有的話 待會可以 我們有 旁邊有新聞理論人 然後可以幫他跟他拿 好來 105年7月19號 決實宣言 2012年7月 黃航隱姓空服員 連續執行 11天的飛行任務後 心肌炎昏迷送醫不治 黃航表示 台灣一切符合民航局規定 2013年3月 高雄黃姓保全員 在連續5個月工作超過288小時後 於執行期間猝死 公司表示黃姓保全沒有超時 猝死是先天疾病 2014年 2014年 一名任職媒體公關業的女性勞工 下班後 長年被主管以通訊軟體要求加班工作 最後中風過勞去世 2015年4月 苗栗遊開 因投地人力不足 身體不適 卻應稱出勤 在執行中猝死 2016年2月 客運駕駛長期過勞 於出勤待命時猝死 此前半年平均 加班高達186小時 最高更加到222小時 近五年來 台灣平均 每五天就有勞工過勞發病 每十一天就有勞工過勞死 我在每個統計思路的背後 都是悲痛的家庭 以難以挽回的生命 然而 面對台灣勞工工時過場 封忍因低薪被迫超時加班的問題 國民黨與民進黨政府的方案 竟然都是要將國定假日七天砍掉 並讓週秋日變成是一粒一秋 讓僱主用錢就可以買價 完全無助體解決台灣勞工過勞的困境 為了砍七天假 政府先是騙說工人休假比公務員還多 接著說砍價是勞資共識 最後還說工人休假不可轉型正義 而官方界的大老闆們也熱得在媒體上放話 說工人休假會讓企業倒閉 工人休假要扣獎金 工人休假沒出息 出來加班才有應身心健康 現在甚至指責 不接受打折方案的勞工脫離事實 但我們知道台灣的事實是世界第三高的工時 以及砍價後世界第二嫂的特休可不定加入 我們知道不真正縮減工時 就是讓更多工人過來 從1984年勞基法實施到現在的2016年 台灣的GDP成長了7.5倍以上 台灣資方引所勝也從25%降到17% 遠東徐家多了一條高速公路 台塑王家蓋出一個六清王國 長榮張加油海運空運的寡戰版圖 可是台灣工人只從一天立降 變成一日一休而已 為了多一天休息日 還得被砍七天國定假日 我們想問 從1984到2016年 當台灣勞工每天為老闆加班賣命 創造出資方金等的利潤後 工人到底賺回了什麼 不就是無薪假和責任制 世界第三高的工時和過勞時 我們勉強賺回 維持一家生計的薪資 卻失去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 但現在就是我們改變的機會 現在正是台灣勞工 能否擺脫過勞的關鍵 錯過這次修法 我們又得再等16年 而我們不願意想像 到底有多少家庭 有多少勞工 會在這16年中受害 從7月19號開始 我們要在立瓦院前 展開無限期的節食抗議 我們想向對台灣勞工 我們必須告別世界全擔長的公司 我們應該要過勞再高一小時 我們應該要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更多屬於自己 而不是被老闆擁有的時間 每週兩天的立假 全年休假123天 是台灣全體受固者都該享有的權力 請黃紅站在一起 改變這座過勞早餘 而我們也要對民進黨政府說 趕7天就是傷害台灣勞工 一立一休只會製造更多過勞 我們要用雙眼震撐 最後一句台灣勞工是財團奴隸 還是國家的主人 如果民進黨仍堅持一立一休 趕7天下 那麼民進黨與國民黨無異 都在宣誓與台灣共同為敵 我們一起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還我其連假 抗爭到底 不要以立一休 抗爭到底 今天 我們勞工選擇 用犧牲自己身體 用身體 當作工具的方法 來跟這個政府 跟這些無良的資方對抗 是因為在這一場 公時的鬥爭當中 我們對於 這個政府 看不見任何的希望 公時的議題 對於資方來說 只是一頓大餐 只是一輛跑車的議題 但是對於我們勞工而言 是生存的問題 全台灣 這麼多的勞工 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才得以換取生計 最後 這些資方 還逼著 逼著我們 要把我們的身體 也賣了 要把我們的生存 也賣了 大家可以看到 絕食棚的上面 有掛著 近幾年來 台灣過勞死的新聞 跟大家報告 2010年到2014年期間 短短的五年 總共150名以上的勞工過勞而死 跟大家報告 這樣子的一個公時的鬥爭 鬥的 不只是 休息 鬥的 不只是 勞工的喘息 鬥的是勞工 掌握自己身體的權力 7月17號 就在前天 公鬥團體 前往民進黨的全大會 要求民進黨出面 回應 我們的訴求 回應 是否 真的要這麼強行的 砍掉勞工的七天假 真的 是不是要選擇 跟這些二職的資本管理 站在一起 跟大家報告 當天 7月17號當天 就有一名工程師 因為過勞 因為長期的過勞 長期的失眠 最後上吊自殺了 台灣的勞工 過勞而死的問題 每天每天的發生 我們不知道 面對這個問題 民進黨政府 憑什麼說 勞工價太多 民進黨政府 憑什麼說 自己要革新 今天 在我們絕食代表 展開絕食之前 我們想要做一個儀式 我們想要做一個儀式 正如剛剛所說的 七天假的議題 或者是兩例的議題 是公時鬥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 而公時的鬥爭 關乎到的 是勞工生存的問題 不是什麼加班費的問題 也不只是喘息的問題 所以今天 在展開絕食以前 我們請現場這幾位 絕食代表 來祭拜 我們要祭拜 過去到現在 所有因為 政府 錯誤的公時政策 政府 偏袒 財團的傾向 而最後 過勞死的 弟兄姊妹們 我們廣大的 勞工朋友們 我們現在請 絕食的代表 舉起相來 我們三鞠躬 來我們後面所有的朋友 我們也都把箱舉起來 好 我們三鞠躬來悼念 所有過去以來 台灣社會代表 因為過勞 而犧牲的勞動群眾 我們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三鞠躬 好 我們來把箱插在 就是代表把箱插在那個 箱桶裡面 來就直接往上上 走 好我們旁的朋友幫忙收箱 我們在這邊必須非常非常沉痛的說 今天如果民進黨 硬是要把其他人家砍掉 硬是要通過所謂的 多更多往死的案例會出現 更多更多 為了資方 為了台灣經濟 拼出奇蹟來的人 會無名的犧牲掉 這就是台灣的現實 接著我要請我們決實代表 來 黃師代可以給我們現在決實代表 我們會展開一個非常非常強 非常非常長期的鬥爭 無限時的決實下去 我們今天的黃師代 象徵的是 我們用我們的身體 去拼出來台灣勞工 休息的時間 休息的權利 我們也同時悼念過去 因為過勞 而犧牲了所有勞工群眾 來 我們也請其他朋友 來 那個我公務人員 可以把黃師代發給其他朋友 然後我們比 我們在黃師代上面 寫下自己的名字 寫下自己的工作 我們相信一件事情 我們相信勞工權益 是靠我們自己爭取來的 不是今天誰施審給我們的 我們同時也悼念過去 為了台灣勞工 為了台灣經濟奇蹟 為了發展犧牲的任何人 所以在這個長時間抗戰當中 我們會把我們的黃師代 大會寫了 我會把他綁在 我們的爵石棟的外面 跟這些 過勞死的慘案 都把他綁在一起 把他綁在一起 我們接著是不是就請 我們的爵石代表 來 我們轉向 來 旗子都先往旁邊側 來 好 我們接著就要展開 無限期的爵石下去 在爵石前我們來請 來我們先爵石代表 來爵石代表先 來請爵石代表把黃師代 綁在爵石棟外面的 那個繩子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則新聞 都是一個家庭的悲劇 每一個新聞都象徵的是 台灣勞工的權益被默示 被践踏 所以我們把黃師代綁在上面 我們其他寫好黃師代朋友 也一樣的把黃師代綁在爵石棟外面 綁在繩子上面 來我們請這家朋友也同樣的把黃師代綁在爵石棟外 好 好 我們現在請爵石代表 全部進到同志裡面去 好 不好意思 來我們在一起 我們請絕對手舉起來 好 我們現在 好 待會 就開展開我們的捲石行動 我們一起旁邊的所有朋友 一起把右手舉起來 來 來捲石幾小時開始 可以到前面 來來來 讓那個捲石代表來 好 我們一起來讓韓口 我們要呼籲的是 今天一旦民進黨 要坦掉我們勞空青天橋 要強勢的一粒一休的話 我們抗爭到底 我們透過我們的身體 無限期絕食下去 來要求這個政府悔改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絕食 工人絕食 民進黨砍架 工人絕食 工人絕食 民進黨砍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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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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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絕食 工人絕食 我們現在請所有捲石代表 我們可以坐下來了 好 我們現在正式的 開始展開我們捲石行動 來 現在有沒有時間 來看一下 現在序理時間 來我們現在直接坐下去 現在是10點24分 我們從10點25分 以10點25分開始計算 10點25分 現在是2016年7月19號 上午10點25分 2016公道 以及其他的勞工團體 還有學生代表 在立法院前 進行無限期的絕食抗議 我們要求民進黨政府 所有的各政黨黨團 來回應我們工人的訴求 還我們今天休假 今天國定假日 以及落實真正的週休二日 否則 我們今天無限期絕食下去 我們以我們身體 做為我們最後的幹活動性 到時候好不好 好 好 我現在 再念一次 我們所有絕食代表的名字 當我唸到名字的時候 我們所有其他朋友 喊加油 好不好 老原市產業總工會的顧問 毛鎮飛 加油 環保局工會幹部 藍志明 加油 十一二六的幹部 廖家宏 加油 修務工廠幹部 劉慧中 加油 電子產業總工會 幹部 黃春安 加油 陳大林藍社幹部 陳中興 加油 光浦員職業總工會 秘書 黃靖雯 加油 新竹縣產總工會 秘書 范玉梅 加油 我們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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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我最後 跟所有的媒體朋友 以上的朋友宣布 現在是 7月19號 我們預期在 7月25號的時候 會展開一個 更大的期間 好 我們也會找邀請 更多的團體 一起來討論 我們也在每天的晚上 會舉辦 小型的晚會 也會在另擇一天 舉辦一個大型的團結晚會 我們所做這一切 是希望 今天民進黨政府 各政黨黨團 看到公民的訴求 看到公民的權益 所以我們要求 民進黨政府 盡快的回應我們訴求 那種對不對 對 現在爵石開始 我們也要求 邀請 各界朋友 來到爵石棚這邊 我們也邀請各公會 來這邊駐紮 一個公會 一個葬頭 一個團體 一個民間組織 一個葬頭 甚至學生社團 甚至你自己 想要來這邊 聲援絕食 聲援台灣的勞動權益 也歡迎大家在這邊驗述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 將會發文宣出去 我們邀請全台灣各界的朋友 來到立法院的前面 來讓民進黨黨團 來讓民進黨政府 來看到我們 要捍衛勞工權益的決心 大家說好嗎 好 最後我們來口號 我們結束今天基督會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施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施 公人決施 還我成年將 反對一個利益 反對usch ��省 落實中秋二日 落實中秋二日 還我七年假 管隊贏力秀 還我七年假 落實中秋二日 好 我們今天只有位先到這邊 好 未來會有新聞 會有行動 我們都會發通知 在我們的粉絲頁上面 歡迎各界朋友都上去關注 謝謝大家